好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那么 我们把这个今天白天啊 全天的这个行情啊 给大家回顾 并做一个解析啊 那么今天的这个股市啊 可以说还是一个震荡平衡市 怎么讲呢 我们看一下大盘了 从今天的这个开盘来讲 基本上是略为跳红高快 然后全天呢 是围绕着平盘线 在平盘线的上方 也就是在2980上方 做一个弱势的震荡啊 那么从今天的整个K线形态来看 今天呢 收了个十字星啊 那么这个十字星呢 从其他的这个股市 也可以看得出来 深层子 同样啊 实际上升层子也是十字星啊 中小板子十字星是吧 互升300 我们看一下互升300啊 实际上互升300呢 它也是啊 基本上都是同样啊 这个里面画面稍微晚一点啊 创业板子是吧 也是十字星 说明了典型的叫弱平衡啊 弱平衡呢 那特点呢 就是基本上你看 上涨的这个股票和下跌的股票 它的数量啊 基本上大致是相同的 你看上海啊 767加上涨 然后呢 呃 这个778加下跌啊 几乎是相等的 然后从这个涨 跌停板的这个数量上来看 基本上啊 两次都处于什么呢 都处于一个 呃 比较 呃 呃 这么都比较是有共性啊 就是今天的这个涨停板明显的也还是呃 不少啊 有几十家是吧 涨停板 跌停呢 有三人有三十多家啊 我这具体我就呃 不跟大家去点了啊 大家可以附一下盘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就就列出来 这是涨停的是吧 涨停的现在是 涨停的有死有死有九十多 然后涨停的三十多家 我就把一个列了啊 那么 总之而言啊 这个机会 还是非常多啊 可以这么说啊 一半海水 一半火焰啊 就是说 呃 冰火两重田啊 所以说呢 现在分化也非常严重 是吧 呃 科技板块还是继续分化 是吧 今天的科技板块 你看涨停板也挺多 是吧 跟什么呢 呃 像什么 创意信息啊 三五互联啊 疫情 应非存储 等等啊 那也有 但是今天呢 我发现涨停板里边呢 多了一些像酒店餐营 啊 像什么这个 医药方面的啊 然后像这个 跟金融相关的 跟基建相关的 跟城建相关的 跟房地产相关的啊 这些股票 也开始多起来了 是吧 那么后市 要注意什么呢 呃 在这些补障的蓝筹啊 可以说是 我说今天这两天 基建板块啊 大家很明显看到 昨天中字头的 中国交界 中国田建都带领 大盘 起稳 是吧 在昨天 那么今天呢 看看一下啊 这些低估值蓝筹 包括环保啊 然后呢 是基建 呃 基建板块 呃 甚至说包括 我们的券商啊 呃 建筑 房地产 这两天 看他们的表现啊 接下来就是非常关键了啊 那么 今天的这个成交量 从大盘来说 略微缩减 十字星 然后呢 在本周二啊 最低价呢 在这个黄金分合位啊 0.618的位置 踩了一脚 呃 然后呢 这个地方啊 我认为是 起稳的概率非常大 接下来 大盘还会挑战上方 3040点的关键位啊 那么3040点 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 多空双方 兵家必争的位置啊 那么还有一个位置 就是说 连接 历史上 关键两个高点 一个3587点 一个3288点 对吧 而且这条压力线呢 是在春节前就发挥了作用 尤其是在1月15号 那天 高点 刚好是预阻回落 对吧 发生的这次 春节节后的一个 跳空的暴跌 但是这两天 这个反弹 再向上 那么上方这根深蓝色的压力线 还是一道鬼门关啊 这个地方能不能越过去 至关重要啊 如果越过去 那就天马行空啊 然后呢 一路向上啊 如果过不去 这个地方一定会出现 比较生富的回踩啊 大盘一定会比较出现 比较生富的回踩 那么怎么解释呢 就是现在外盘呢 不是很恶观 对吧 欧美骨子 欧美骨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道琼斯的这个现货啊 就是 它的一个月线啊 道琼斯 那月线上看的话 道琼斯骨子明显出现了什么呢 叫 MACD的顶背离啊 MACD和 道琼斯 骨子期货指数的 这种月线级别的顶背离啊 一定要引起你充分的注意 有人说了说 这个外盘跟买股有关系吗 我告诉你 关系非常紧密啊 我们只需要说 把这个上振武林和 道琼斯指数做个叠加 你会发现 基本上呢 二则在最近的几年 是非常的同步啊 同步性非常强大 因为 全球经济一体化 各国的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 还是比较紧密的 那么 如果外围不好 尤其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全球的贸易大国 如果是外围市场不好 外围的经济下滑 必定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影响 进而对我们的资本市场也会产生影响 这个是关联度非常高的啊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那么所以说 接下来我认为 鼓子呢 再向上啊 找二次冲顶的这种概率非常大 所以上方的3100点 就是一道鬼门管 或者说3094点啊 就是一个压力线 能不能过得去 两道关口 眼前的关口是3040 3040突破再往上就是3090 就上方这个深蓝色的阳线 这是两道鬼门管啊 第一道关口3040 我们看啊 近期有没有发生变化 比如说在下周啊 能不能过得去 能不能把尤其上方这个深蓝色的曲线 通过突破 如果突破 我刚才讲就是海阔天空啊 就是往上的空间打开了 就可以确认我们A股可能会走一波啊 这个以大盘的角度来看 可能会走一走一波牛市啊 这个覆盖的覆盖的面比较大一点啊 并不是像当下这种叫结构性牛市啊 所谓结构性牛市 我们看一下 中小版和创业版 其实呢是不惯的 挑战历史新稿 是吧 这是中小版 然后我们看一下创业版 对吧 创业版现在也是从成交量 那已经放出了历史的填量 是吧 成交量已经 最大的成交量 近几天已经超过它的历史 历史上的最高的成交量 是吧 所以创业版呢 看看它啊 接下来呢 能不能啊 这个再继续持续啊 从眼前看 我认为就是一个 结构化的一个小牛市啊 就是 科技股 它是走了牛市 走了最牛市 但是眼下看啊 科技股其实到目前呢 已经比较疲乏了啊 尤其从昨天 120只跌停的情况来看 实际上主力机构 已经在边拉边出货了啊 这个迹象非常明显 因为科技股啊 它属于什么 就是主要炒 它的一个成长概念 对吧 实际上股价呢 涨得快啊 回来的也快 股价涨得过快的时候 会严重的偏离 它的基本面 或者是价值面 那必然会有一个回轨啊 所以说这一点 大家需要引起注意的 好了 今天呢 关于这个 跟大家分享的啊 关于大盘 和行情的一些看法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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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